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的怎么样 我也有一个挺奇怪的一个联想 我想起台北的那个第一次司机 你有没有想到 就是现在陈水扁 在他们心里是个什么印象 他开始说跟我聊天 陈水扁肯定是全国首富了 他说 冒出这么 他说他阿扁 他所谓的国 他觉得是全国首富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 你看他讲一个什么话 他说 小银行 这是老百姓 他很朴实 小银行把大银行给吃了 怎么能吃的 这里边的佣金还得了吗 说阿扇 就吴淑珍 是吧 七次开庭 六次他血压低 他跟陈水扁出去到外国玩去 从来没见他晕过 也没见他血压低 这时候就 你看他这个 我就觉得他说这个 他就老百姓去观察一个事情 有的时候也有一种直截和明白 小银行吞吃大银行 这是什么问题 因为他有时候未必知道后边的那些内幕 他就觉得我的直截觉得这好像是不应该的事 舍身像是不可能的 所以老百姓他从他的一些角度会去做出一些他的判断 你看徐老师好像也有他最近 我最近有认识一个做官的朋友 他跟我详细的讲这个 就是说公权力转化为私人财产的三个阶段 他说第一个阶段就是受理 他大概在2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 你知道最早最早的状态就烟酒烟酒 研究研究就是烟酒烟酒 那后来烟酒这个形式就发展到 比方电视机啊 录像机啊 照相机啊 手表啊 甚至于汽车啊之类的 那么这种就受理的 这是初级阶段 这是腐败初级阶段 那么然后就进入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是什么的情况下 就是说你还是求我批你在这里干一个工厂啊 或干一个什么东西 你那是赚钱的吧 我不要你送礼了 但很简单 我有个表妹叫陈方元 对不对 我表妹陈方元 他马上明白了吗 那请陈方元在你的公司里做一副总经理 或者做一 你明白了没有 那这个你场赚十万 他就有一万 你赚十亿 他就有一亿 那他这一亿 他当然明白 是我这表哥帮他的 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不对 那还有比方说小孩出国什么 但他们说还不过瘾 第三个阶段就是MBO 你知道那个 MBO 就是管理阶层收购这个国有企业 这就是那第一次司机说什么小银行 去了大银行 这个呢 也有一个朋友跟我详细讲过他的这个过程 每一步都是合法的 比方说我们我们在一个大的公司 我们都在一个公司 我们都是头头 这个公司有一万个职工 那么可能财产有十个亿 他有股票啊 每人都买啊 那很多职工买不起啊 买不起那就你就多买啊 那你只要大家都因为股股权很分散 所以你只要稍微 这个时候他们就成立一个股东委员会 凡超过一百股的进入这个委员会 那都是高层嘛 你明白吗 然后呢 那国有企业做的很差 很差的股就低了 比方你买进来十块钱的 然后过一阵只持三块钱了 那下面的员工就纷纷把这个股票抛出 对不对 你就趁低全吸纳 借了钱 银行借了钱就吸纳 那然后过不多久你就合法的 这个完全是合法的 就是说所有这些股份里面 你就变成大股东了 对不对 你党委书记 你是你是总经理 你是国家干部大股东 然后呢就请人来估价 就说这个公司啊 因为生意做的不好 原来不是说国有资产十亿吗 哪有十亿啊 你这个只值一亿多了 然后他就凑钱用一亿多把它买下来 你说这个事啊 让我想起啊 跟这个最近狼仙平那个文章里说的一样 他也提到MBO 我还不知道今天幸亏徐老师给我解释 狼仙平最近这个文章 当然他也是一个挺引起争议的一个人啊 最近他这个文章啊 好多人在说 我一看他这文章开头 他讲什么呢 标题叫什么呢 仇富啊 不如仇富 腐败的富 对 他那意思说 现在中国社会很多人就仇恨富人 其实 富只是表象 富只是表象 你也仇恨真正的腐败 为什么他比如说他讲2006年 就去年 去年大丰收啊 但是大丰收之后啊 这咱们不知道 咱们国家的粮食价格上涨了10% 油的价格上涨了20% 这不符合一般的规律 一般规律就是 丰收了嘛 这个东西多了嘛 或者是三四月份才是涨价期 而是怎么会涨价 他的理解 也有很多分析 他认为都有关系 他但是我认为 主要就是贪腐的贪官 这些各级贪腐势力 形成这个铁三角啊 他们干什么呢 他们得盲目投资啊 他们怎么能贪钱 他得立项目啊 盲目投资造成经济不平衡 局部过热 这样就带来这个基本的这种 粮油这种价格上涨 他的意思是说你整天骂富人 你那是肤浅之见 实际上咱们每顿饭 现在就得多逃10%或者20% 他贪官的这个成本 是老百姓的生活在承担 所以他就高调赞赏胡温嘛 他说这个胡温 我认为比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懂经济 就是说就是得反腐 不像现在有些人说的什么腐败 是国家发展的润滑剂了 是什么什么 他认为中国的问题 不能单纯在经济领域 靠市场理论来解决 就是因为各地 你知道跟中央抗衡 他有局部的这种贪腐势力 形成这种铁三角 你要真照他说的这观点 有争议的观点 挺招人恨的 可是说反腐说了多少年了 从朱镕基那个时候 甚至于更早的时候 就是反腐反腐 一直说反腐畅联 可是就是屡反不止 就是你看 其实我发现有一个 有一个特别有一个的 那个很怪的一个现象 就是老百姓都很贪官吧 都说反腐吧 但是好像每一级 从上到下到最小的 对最底层的那个 他也在腐 比如说人家举一例子 说那个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笑话 说那澡堂子的搓澡工 这都有腐败 为什么呢 说比如说他有个小头目 说明明这有十个搓澡工就够了 他非弄出十二个来 为什么呢 竞争上岗 美其名曰竞争上岗 谁表现好 谁服务好上岗 实际上这里面就出现一个不良的竞争 然后他就给他递钱 给他送好处 他连个搓澡工的头 他都能腐败 然后他说他表现好 道理是一样 我就把你 对啊 他只不过他是最底层的 最小的那个官 就他都会利用自己的权利 一存车的 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利 哪不就这么一点 你说这个让我想起 我对这个莫斯科的 某些地区的一些观感 我觉得那就是啊 你到那个列宁墓 你去 你进去连个把门的 或者去一个美术馆 你多给他几美元 明目张胆 那么多人排队 他们把你领进去 这就是有全民性的一种 但为什么这些东西 比方在德国啊 或者在美国啊 它相对比较少 尤其是 尤其是你说的下层 因为这些腐败的现象 很容易看到 就是说那个戳早 头目的这点利益啊 你这个早堂经理 一眼就看到了 对不对 早堂经理一眼看到 所以早堂经理 如果说他没有别的顾忌的话 他很容易禁止他 如果这戳早公司 你早堂经理的小舅子怎么办 是他的亲戚 他不就睁眼闭眼了吗 对 那如果说他放任自己的亲戚 赚便宜的话 那这个早堂上 他的老板 这个经理 经理上面有老板嘛 老板很容易就看到了 那除非这个老板 又跟这个经理的老婆搞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只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每一环可以监控的这一环 自己腐败了 你才不能 就道理很简单 就这么一环一环 因为你刚才讲的这个现象 我们通常就有两种方法来讲 一种就是以德治国 只要每个人的思想觉悟都提高了 戳早头目都也不那么 他也学雷锋了 那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 可是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学了多少年了 对不对 好像一时半会儿 效果还不能 你知道那天你说这事 我还想起 我那天跟这个黄建祥聊天 他说 他说王硕跟他讲过一句话 这我不知道 他说但是对他的人生有很大启发 我说什么启发 他说这话就是说呀 那些人教育我们做好人 是为了方便他们做坏人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这个同样也是作家 王硕说是好人坏人 另外一个刚已去世的作家 叫高小生 他那时候讲过一句话 说了有点大胆了 我们这个 他说一国两制 咱们早实行了 当官人说老百姓你社会主义 咱们资本主义 一国两制 因为为什么 你看你看我可以看报道 香港报纸报道的 我们先不讲公司名字吧 就是某省的一个国有企业 它的市值是700亿 可是现在它以30多亿 被北京的两家私人公司做购 这是财经杂志 确确捉捉 每一步都合法的 就是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方法 那叫MBO吗 它就是把它散成很多股 弄得很低 然后就有一些 而且它更复杂 它这个公司这么大 因为它牵涉到是一个巨大的 你想700亿是巨大的国有企业 是上海社保基金的几十倍 现在它据香港的报纸说中央正在调查 我们因为它没有调查结论 我们姑且不说它了 北京的两家公司用了30多亿 现在占有了一家一个省的巨大的一家原来的国有企业700亿 而这个公司的收购的公司的总经理 董事长就是那家公司的那个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 就是他玩这MBO 最后他当了CEO了 明白了没有 就是他他这个北京的公司就是那个公司的高层 我现在看着有些啊 就是说像你咱能理解的 说有些贪就是挫扫工 这咱明白安排一小就挫扫 你理解了挫扫工 其实也就理解了 其实一样 指示量的不同 50倍校百步 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呢 就是说这种层层的这种 这种复杂的经济学金融里边的这个操弄 操弄 这不是咱们能够随便看得明白的 所以老百姓说你说仇富不如仇富 其实富和富就是相关的呀 你腐败你有权了 有权就可以有钱 有钱可以买权 这是一个转移 他现在被两种东西转移掉了 比方刚才讲那个富 那个那个仇富 富是有两端嘛 一方是官 一方是资本家 就是富 现在他他因为这方面不能讲 你这官这个系统啊 不难讲 所以就把转到那个富那边去 贫富悬殊啊 把这个问题就吵得非常非常原罪啊 富人都要拿出来熟啊 等等一大堆 可是富人当初 是啊 是有很多富人是这么富起来的 可是你想想他是跟谁合作的 这个合作过程当中 这些人现在他们的权力也成倍的增加了 他们是不是有原罪 这方面不能谈的 我但是反过来 我把这个观点一讲啊 我不是刚才讲那个干部的朋友吗 就说你也是看得起来了 他说做官的里面现在非常难啊 你说原来部长啊 什么部委啊 可是到了下一代 现在一退休了 没人理了 房子就这一点 以前都是国家工程啊 现在就被冷落啊 哪一家的子女要是没街上做点生意的话 这一家老干部家里就 亏死了就觉得了 就不是亏死 就是真的你会觉得很惨 你就会觉得他革命这么多年 for what 所以他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反的不是任何一方 既不是富人这一方 也不是官方体系 而是这两者的关系 你知道 只要把关系理顺了 同样的人都可以做好事的 他这你说有些时候啊 人处在一个人是环境动物 你没办法 就像有些那个地方卖官的 去了一个书记 说我要做清官 结果呢 那县城篮球场上 能钓一个死鹰 说我弄死你 然后呢 那么多人跟他送钱 他说你们三天之内都给我退回去 你们要不退回去 我全交纪委去 好 那帮人就是 你像这个这个在县里 就能在这个大家官员们 吃饭的饭桌上骂他 你什么东西啊 你不懂规矩 你会做人吗 你就不会做人 我给你点钱 这我只有好意啊 你明白吗 所以现在就是形成了这样一种环境 就是说你不贪都不行 说下去觉得挺可笑的 他也有过一个绕口令 好像是什么 对不对 不贪大家就怎么怎么的 对 就是说好像你不贪 你不去送这个 你都觉得我这事就办不成 使得大家呢 其实是纵容了 培养了这样一种土壤 使得这些当官的 好像我就心安理得的 接受这些大家的贿赂 底下的人呢 要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保全自己的 要办的那个事 就去求这些当官的 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来贿赂这些 现在都是买卖 就是买卖 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 我就报道这种买官卖官的 某种意义上 这些当官的也是人人平等 给钱嘛 做生意的关系 但是当官的里边 你知道现在什么 有个先来后到的问题 以前不讲爱国不分先后吗 现在不是腐败分先后啊 因为现在你看 赶快开人大了吧 但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在酝酿物权法 物权法一通过的话 那就以前 很多就是 我刚才讲的 这个三十多亿 买的这个七百亿的 这个就是私人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跟国有财产一样 所以现在大家 不是在讲什么 有没有原罪 就是简单的这样说吧 前些年 你捞了一大笔了 现在你够了 你的子女子也够了 你就想正正当当 做资本主义了 你就想按法律了 可是我呢 前些年还相信革命教条呢 我晚了一步了 你现在就想 把这个钱洗清楚了 就不让我们做了 那有很多人就不愿意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 能不能形成法 这么大的个问题 很多人就关心 还有一部分人 在原罪追呢 所以不是要均贫富 应该均先后 均先后 复发不分先后 对不对 你讲这私有财产这事 我这还想起 这两天那个吴英吗 吴英 超级女富豪 26岁 26岁 怎么能疯传有38个亿 好想 一口气买下几百间店铺 而且人家那个洗车的 免费的 免费洗车 就这吴英 而且你知道吗 我在研究吴英 这个案子的过程中 我发现 我想起了小姑娘 这个也是在 谁 看到富豪就想 不是这个小姑娘了 是跟吴英太像了 他不是集资吗 好多人把钱给他 他月 他月息 有一个给他1800万的人 说他给我多少月息 月息八 八分 这么高的月息 这吴英 然后呢 我看说 吴英多次遭到过挟持 你知道吗 这些债主们呢 他资金链断了以后 不都找你吗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 也是在浙江 我们报道过的 有一个外号叫小姑娘 小姑娘 小姑娘 就上海话 神通广大 人家把这个卖房子钱给他 把这个给送子女留学的钱 给他 他也真的给 他也就是成功的还 还过这些人的钱 到后来有一次 资金链一断 然后你知道这小姑娘吗 承受了一个什么传奇命运 连环绑架 他整天没别的事 就在不同酒店的房间里 被债主们绑架 这个绑架两天 下一波接手说 该我们了 就绑着他 后来有一个人 绑了他 实在没办法 就绑在酒店房间 小姑娘在那打电话 什么 然后他绑架他的人报警了 报公安局了 报了公安局之后 其他的债主不干了 其他债主不干了 都骂他 说他欠你多少钱 不就欠你两百多万吗 你报警 你把他弄公安局 他怎么还我钱呢 分不着 我把那 我把你还 我给你两百多万 他欠我几千万呢 我给你两百多万 你把他赎出来 你说你 不不起诉了 你弄出来 弄出来 我接着绑架了 给他结两百多万 没事 你看看这小姑娘 还真是 他身边的这些朋友 看去都是骗子 他身边的一些官员 都很有胆次的 他接触的人 都很有骗子 但是确实是 原子说说 我就说前一阵 不是看了一个报道 就说刘延东讲话 就说不再追究最早的那些 最早挣第一桶金的那些人的原罪 好像有这样一个讲话 我就说其实当时这些人挣钱 他合法也好不合法也好 他其实上也是呢 当时的法律不健全 他打了擦边球 钻了一些所谓法律的空子 其实这个并不是完全能追究到 他这个人本身犯了一些什么错误 也是因为我们的法律 会逐渐的完善的 对 所以我觉得有好多时候 其实是离不开一个社会背景 他的社会背景 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现在有一部分的利益集团 他要把这个东西合法化 但是呢 我看胡一虎他们有一个关于原罪的辩论 我那天还看了 我真的急死了 其实原罪这个概念他们用错 原罪是一个宗教的概念 原罪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罪不是你自己犯的 是你与生俱来的 比方说 比方说你是男人 说你不该是男人 那这个就是原罪 比方说男人你好色 那你这个就是你的原罪 人类生来就有罪 那为什么说中国做生意的人有原罪呢 因为你知道按毛子律的设计的社会 人是应该完全经济平等的 不应该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因此按这个毛主席的这个理论 你如果富起来了 你这个傻子大王啊 炒瓜子的那个 那就是因为你一旦有钱 你就有原罪了 所以这个原罪其实是不应该 既他只能在内心里熟 但不能由社会来追究 社会追究的只能是现实的犯罪 当初犯罪了 现在可以追究 当初的罪现在不算罪了 那说明你领先一步 对不对 那当初不算罪 现在算罪了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你也不能追究他 因为你当初没有算这个是罪 你明白吗 所以他们其实是用 当他们套用原罪这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这个字原来这个意义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搞乱了 所以好像现在资本家都有原罪 原罪是没法追究的 原来台湾人爱说原罪 他们那边越来 对对对 228呀 什么就开始原罪了 228那个有道理 他什么事情可以讲呢 比方说我们革命历史过程当中 有些现在看来是错的东西 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政权的原罪 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这个政权 你明白没有 这种情况下 你能不能追究呢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对 对吧 现在讲禁书 其中有一本就提到在延安时期 有人说了 有人说在延安时期有哑片 那么这个也可能是造谣 也可能是事实 那么假如说是事实的话 这个就是革命的原罪 这不能追究的 因为没有这个东西 就没有革命 谁也不会因为有这样的事情 来否定革命的成果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东西是没法追究的 这个只是 对 有的时候是标准的问题 你这个现在是标准 是这个标准 那过去标准是这个标准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统一 它的这个 没有一个统一的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就是按照当时 如果说当时是犯罪的 那今天不犯罪了 那当时没有追究他 那就没事了 可是我最近 我也是老觉着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历史 确实呈现出某种动物界的规律 这个狮子 我杀了你 我做了王 做了王 你们就全听我的了 对吧 我做了王 就什么都是我说了算了 中国王室当时都用海盗的钱 没错 英国最早就是海盗 英国女王就纵容 就给海盗受勋 打劫 那你说这叫原罪吗 你的血淋淋的财富 对 这叫原罪 红色的钱 鸦片是黑色的钱 是吧 这叫原罪 就是说原罪 其实准确的定义 就是说外人无法追究的罪 只能由他内心来忏悔 他自己到一定时候了 他觉得 我当时要不是这样的话 我就怎么 怎么了 其实从历史上看 从来不就是成者亡猴 败者扣 从来就是这样 你做了王了 你撑了罢了 你一切都你说了算了 标准就他来定 他就是标准 做了个挫脏的头目了 他就可以决定了 何况我们的受坏 还不完全是法 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 既成事实 是这样 就是这样 再说什么 都很麻烦 这些事的东西很难 真实 谢谢大家